这期继续讲兄弟俩二十三篇 财哥 我是猴子儿 你多大会到村委 我在这里等着呢 一大早 猴子给万有才打电话道 嗯 我还没起呢 你这么激动干啥 万有才有气无力地说道 财哥 你忘了 今天不是要去拆合式渠的店吗 我昨晚去看了 没动 他妈的什么都没动 根本没拿你的话当回事 猴子在电话里说道 嗯 我知道了 你在村委等我吧 待会过去 万有才说道 万有才接了电话 再也睡不着了 看看时间 也该起了 旁边的月春妮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 这丫头就是较多 一天到晚像是猪似的 睡不醒 万有才起来吃了饭 然后去了村委会 猴子正在村委会等着他呢 这么早 都来了吗 万有才问道 谁啊 林亚迪来了吗 万有才问道 来了 在楼上呢 什么时候走 等一会 你看你急的 急傻 他没走 不是更合适吗 走了你 去哪找他去 万有才说道 万有才路过林亚迪办公室时 在门口说道 亚迪 找一下刚才大市场租户的租赁合同资料 看看有没有今年到期的 要是最近半年或者是下个月到期的就更好了 把合同拿给我 你要这玩意干嘛 林亚迪问道 我有用 拿过来就是了 万有才说道 不一会 林亚迪拿着几份合同到了万有才的办公室里 说道 一共五份 这个月的没有 下下个月的有三份 这半年的有两份 估计他们下个月就来续签合同了 万有才拿过去看了看 说道 没有我的同意 这些合同一律都不得续签 续签也可以 他们要是想签 涨价一百倍 爱签不签 就看他们今天的表现了 你 你这是干啥去 林亚迪一愣 问道 没事 去刚才大市场玩玩 对了 那些家伙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怎么还没有来交钱的 真想去检察院吗 待会挨个给他们打电话 今天下午五点最后的截止日期 过了这个点 再交也不要了 万有才说道 时间太急了吧 林亚迪说道 不急不行 时间越多 他们想起来 对付我的主意越多 不能给他们一点侥幸的忌讳 万有才说道 说完 拿起那几份合同出了门 叫上万有才 打车去了刚才大市场 才哥 你都是村主任了 老是打车也不个事啊 买一辆车呗 猴子说道 行啊 拿钱来 我帮你买去 猴子善善笑道 我哪有钱 我这不是 想开你买的车吗 打车也不方便拿 老板 去哪 出租车司机问道 嗯 去刚才大市场 盛达刚才吧 师父 你这个车今天我包了 一直跟我就行 到不用你为止 就在市区转悠 不去外地 行吧 万有才问道 万有才 看着手里的合同 下下个月就到期限了 一般都是提前一个月续签合同 所以 就从这家公司下手吧 哎 才哥 你看看 还正常营业呢 怎么办 出租车路过合适渠的公司门口时 发现还有车辆卸货 也有车辆在装货呢 这正好啊 要是没生意做 我们的措施也不起作用啊 万有才笑道 出租车一会 就到了盛达公司的门口 万有才看了看公司的办公楼 虽然比合适渠的小了些 但是也不小了 怎么以前没听说过呢 先生 要看钢材吗 能要多少 一个服务员热情地迎过来问道 我不买钢材 我是来找你们老板的 叫他出来 就说是万家庄来收租赁费了 万有才说道 哦 那您稍等 我这就去叫他 服务员向楼上跑去 万有才和猴子坐在了客厅里等着 不一会 下来了一个中年人 胖嘟嘟的 看上去很喜庆 你好 我是这里的老板 你们两位是 我叫万有才 万家庄村委会主任 认识我吗 不认识也不要紧 以后就认识了 万有才说道 哦 万主任 你好你好 请坐 我这段时间忙 所以没抽出时间来去拜访您 还得劳您亲自上门 这多不好意思 规矩我懂 说完 这老板站起身 把刚刚那个服务员招到了跟前 低声说了几句话 然后服务员就走了 老板继续坐下和万有才他们聊 这是你们的合同 下下个月到期 我过来问问 还续期吗 万有才问道 续期 当然续期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 忘了介绍我自己了 我姓牛 牛成群 圣达老板说道 那就好 这样吧 牛老板 我今天来 一个是想问问你们合同续期的事 还有见识 我想奢欠几顿钢材 不知道老板可以行个方便吗 万有才问道 奢欠钢材 那个 不知道万主任要奢欠多少 牛老板的脸色如常 但是说话的语气 不是那么流畅了 五十吨 这是村委会奢欠的 你可以用租金抵扣 这不是马上就要交了吗 对吧 万有才问道 说完这话 万有才恶然想起 自己也可以不需要本钱 完全可以 向这些钢材商户奢欠钢材 以及将缴纳的土地租金作为抵押 自己到时候卖了钢材 把租金还上就是了 奶奶的 以前怎么没想到呢 当然了 前提是租赁合同要到期了 人家刚刚缴纳了租金的 肯定不愿意 嗯 也可以 不过 不过 你要什么钢材 牛承群问道 这个不急 什么钢材都可以 我想问问你 你认识这个市场里的钢霸吗 何事曲 万有才问道 一听万有才问道这个人 牛承群一脸的不屑 说道 谁不认识他 不认识也得认识啊 不然你这买卖就做不成啊 看来这个何事曲 很不得人心啊 老牛 他欺负过你吗 万有才问道 因为老牛的摊位 和何事曲挨得很近 差不多大 没有竞争是不可能的 哎 这是别提了 他的公司不交地租 所以 刚才卖得比我们的都便宜 他是不用担心成本 但是我们的成本就大了 而且到处抢我们的生意 现在干什么不讲成本 他这么一搞就完蛋了 因为他卖得多 所以在进货时的成本 也可以降低 导致我们根本没法和他竞争 但是人家大哥是村主任吗 牛承群说到这里才想起来 这位也是村主任 这是咋回事 牛老板 他大哥那个村主任 早就完蛋了 现在是我大哥是村主任 猴子说道 哦 哦 万主任 你看我这个脑子 我刚刚还以为你是村里的一个干部 副主任啥的 没想到现在是您当家了 万主任 您说 要多少钢材 随便拉 我在这里干了十多年了 这点底子还是有的 牛老板一听 村里这是换了当官的了 而且还是 眼前这位 自己刚刚脑子在想什么呢 多亏没有拒绝他奢欠钢材的事情 不用多 五十吨就行了 你帮我联系一辆车 待会拉走 不远 很近的位置 就在前面不远的位置 万有才说道 牛成群还是没有猜到 万有才要这些钢材 不是为了建房子 而是别有用途 行 万主任 你啥时候要 给我个电话 我这就找人去装车 待会运到 牛成群说道 好 谢谢牛老板了 我这还有几分合同 去问问他们 还续期不续期 先走了 万有才说着 起身离开了牛成群的公司 牛成群一边联系车道 自己这里来拉钢材 一边给自己熟悉的朋友打电话 当然了 这些人都是钢材大市场上的经营商户 告诉他们 有个万主任拿着合同 去他们那里奢欠钢材了 别废话 要多少给他多少 钱的是以后再说 财哥 这些人还都挺懂事的吗 没有为难咱们的 要多少给多少 比牛成群还好说话呢 猴子说道 是吗 怎么就不是牛成群 给这些人打了电话呢 我一看这些人 就是早有准备 不管怎么问 就是好好好 这不奇怪吗 也不问咱是干啥的 看了合同 就啥事都好说了 不过 也有一家不给面子的 这不要紧 到期后合同不签了 没点规矩是不行哈 万有才说道 就是 敬酒不吃吃罚酒 猴子说道 万有才走着走着停下了 说道 你发现没有 我们找的这些人 都在市场中路上 这是最早的一条路 后来才越扩越大的 挨个打电话告诉他们 半个小时后 让他们的车到市场中路 牛成群的公司门前集合 都开到这里来 好 我这就打电话 猴子说道 万有才和猴子俩个人 一起到了合适渠的公司门前 看了看门口 走吧 到你的公司去看看 我把这一摊交给你 你可要好好给我干 这不但是我投资的 也有别人的钱 到时候赔了 我也得赔人家 你不会把哥的裤子 也赔进去吧 万有才说道 合适渠的员工都接到命令了 今天会有人来闹事 到时候枉死里打 出了事老板负责 但话是这么说 这些员工是傻子吗 谁不知道 打死了人 打伤了人要犯法呀 老板 来了 来了 他们来了 他的员工看到 万有才和猴子进了门 连滚带爬的 跑去了和氏渠的办公室 慌什么 来了几个人 两 两个 还是那两个人 员工会报道 和氏渠一听放下心来 但是依旧是有些不安 按说 这不是万有才的行事风格呀 这是来讲和了 万有才和猴子上了楼 走进了和氏渠的办公室 和氏渠连站都没站起来 冷眼看着万有才和猴子 和氏渠 你真是很淡定啊 我昨天又和你说了一遍 让你搬走 你还是不搬 这是不给我面子呗 也没把我的话放心里啊 万有才笑笑说道 我就是不搬 你能怎么递 和氏渠说道 我不会把你怎么递 但是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搬走 这院子里的东西 你还可以卖不少钱 你要是现在不搬 这院子里的东西 你一分钱拿不走了 万有才说道 是吗 我倒是想看看 你有啥本事 去告我啊 和氏渠看着万有才无奈的样子 觉得万有才不过如此 不过就是会吹牛逼罢了 真不搬 不搬 和氏渠斩钉截铁地说道 万有才伸手指了指和氏渠 起身带着猴子离开了 到了大街上 站在马路对面 万有才看着二楼窗户边的和氏渠 和氏渠也在看着他有什么能耐 此时他听到了大型拖拉机的声音 伸头一看 是市场东边的几辆大马力拖拉机 拉着不少的钢材开了过来 开始时他没在意 每天都有这种车在运输钢材 这有啥稀奇的 但是随即 他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因为和万有才一起的那个猴子 开始截住了拖拉机 并且上了拖拉机 指挥着这些拖拉机 开到了和氏渠公司的三个门前 开始卸钢材 和氏渠这才知道 万有才刚刚说的 那是啥意思 此时他的公司院子里 还有几辆车在装钢材 进来的时候一路畅通 但是装好了 却开不出去了 三个门都被堵死了 财哥 你看这样行吗 猴子谢完回来问 万有才道 去告诉这个市场里所有的起重机 谁要是敢把我们的钢材掉开 他以后就别想再在这个市场干了 万有才说道 好嘞 我去让这几个吊车司机相互传一下 此时因为出不来 那几个装好了车的人开始到和氏渠的办公室里去闹了 他们也是等着走呢 我也没办法 妈的 都是那个混蛋 你们去找他吧 问问他肯不肯放你们走 和氏渠指着马路对面的万有才说道 把这些司机打发了 他立刻给左建东打电话 把这里的事说了一遍 左建东说他找的公关公司马上就到 你们求我也白搭 去找和氏渠 所有的赔偿都去找和氏渠要 我和你们不认识 无冤无仇 我也不是故意为难你们 好吧 万有才对这些司机说道 可是 可是您抬抬手 让我们先出去 你们再赌门 不就完了 司机们开始要求万有才道 万有才不再说话 不一会猴子回来了 把这些司机给撵走了 此时 万有才看到了一个写着 急火网络公司的车开了过来 停在了和氏渠公司的门口 万有才还在愣神的功夫 这些人扛着摄像机之类的 迈过门口的钢材 向里面走去 何氏渠见到他们时 如同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拉着他们到了窗口 想把万有才 他们只给这几个人看呢 但是一直 发现对面马路旁 一个人都没有了 咦 这是去哪了 刚刚还在这里呢 怎么走了 何老板 他们跑了不要紧 我们知道他们在哪里吧 再说了 跑了和尚跑步了庙 我们会找到他们的 现在还是谈谈合作的事情吧 左老板和你讲价格了吗 网络公司的人问道 没有 什么价格 何氏渠问道 何老板 这是我的名片 我是急火网络公司的CEO 我叫贾良山 你这点事不叫事 你只要是付了钱 剩下的事交给我去做 保证会在网络媒体上替你造事 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关注这件事 到时候你就不会是孤军奋战了 地方的政府部门也会关注到这件事 到时候你的事就可以翻身了 贾良山说道 网络媒体 能有这么管用吗 何氏渠很不相信这个小年轻说的话 问道 不信你可以试试 说着 对身边的摄影师说道 你先发几张照片和事情的大致经过到微博上试试 看看有多少人在关注这事 他的助理兼摄影师很快在窗口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发到了微博上 不一会 就有很多人开始问这事了 然后就是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事 何老板 你看看 有效果吗 待会我会把这件事写一篇长微博和帖子 发在百度贴吧 天涯论坛等地方 到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人在讨论这事 你这件事想不火都不可能啊 到时候你还怕没有谈判的砝码吗 贾良山说道 你想要多少钱 何氏区动心了 问道 二十万 不多吧 堵了门 你做不成生意了 损失的可不只是二十万吧 贾良山说道 二十万 太多了 这样 我先付一半 剩下的一半等事情 成了我再付 而且 一旦事情成了 我会加付五万 何氏区说道 贾良山犹豫了一下 说道 行吧 谁让你是左老板介绍的朋友呢 那就这么定了 何氏区是病急乱投医 现在谁也指望不上了 只能是指望这个歪门邪道了 万有才看到那个所谓的急火网络公司 又看到了扛摄像机的家伙 就知道没好事 立刻拉着猴跑了 财哥 你跑什么呀 怎么了 刚刚不是好好的吗 猴子还可以 不是很累 但是万有才并没好呢 累得是上气不接下气 他妈的 何氏区找了媒体 好像是什么网络公司 你忘了何氏恩是怎么下去的了 这玩意厉害着呢 所以不能让那个什么网络公司找到我们 走 回村委再说 不行 去派出所吧还是 万有才带着猴子去了村委旁边的派出所 咦 今天这么闲 找我来玩了 安丰山看到万有才 笑道 哎哟 可死我了 给我倒点水喝 万有才气喘吁吁地说道 你这是去哪了 安丰山问道 万有才进了派出所 但是猴子却回了村委会 他得防备着那些人到村委会来闹事 所以在村委盯着 时刻向万有才汇报情况 万有才把自己上午的经历说了一遍 安丰山哭笑不得 说道 你也够损的 好好的谈不成吗 再说了 让他补缴租金不就行了 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 对了 嫂子是啥学历 管个账目什么的 能行吗 万有才问道 大专学历 应该可以吧 怎么了 安丰山知道 万有才的话里有话 问道 你知道我为啥想把和氏取年走 他没缴纳租金 没有签租赁合同 什么都没有 还是个刚霸 我不拿他开刀 拿谁开刀 问题是我想开钢材公司 那个地方最好 他就是想签合同 想要缴纳租金 对不起 不租给你 问嫂子能不能干的了 去我那里帮我管账 万有才说道 你真的信得过他 安丰山问道 信不过 我都不知道他是谁 一次都没见过呢 信不过 那你不是废话吗 安丰山说道 安哥 我信不过嫂子 但是我信得过你啊 你是这样的人 嫂子还能差到哪里去 对吧 再说了 梅总说了好几次了 说嫂子很老实 她是肯干 你放心 比在梅艺文那里工资翻倍 只要是能干的了 现在可以去先学一下 我不着急 万有才说道 好吧 我回去问问他 安丰山说道 那行 还有件事 市里有一家急火网络公司 你知道吗 万有才问道 什么公司 干什么的 安丰山问道 万有才把大致情况说了一下 补充道 我怀疑 这是合适渠 请来把事闹大的 到时候 这事要是上了网 那这事就不好收拾了 嗯 你等一下 我帮你查查 说完 安丰山开始给他的朋友打电话 工商税务都查了一遍 都没有这家公司 没有 冒牌的 万有才问道 现在有很多的冒牌公司 这个估计也差不多 怎么办 要不要我找工商局的朋友去这家公司查看一下 警告他们 或者是查封 安丰山问道 不用了 不是正牌公司 也没有采访自治了 就算是正牌公司 没有记者证也是不允许采访的 这都是黑记者 安丰山说道 行 我心里有数了 待会逮住给你送来 万有才说道 万有才回到村委会时发现猴子屋里热闹得很 还以为是那个急火网络公司找来了呢 门外还放着几个旅行箱 猴子 猴子 出什么事了 万有才走过去 问道 财哥 没事 这三位都是我的战友 是来投奔我的 以前 我们都是一个班的 关系最铁了 哦 你们好 欢迎啊 欢迎 万有才挨个和这些人握手致意 哥几个 这位就是财哥 我在电话里和你们说的财哥 我的老板 猴子介绍道 这几个人再次和万有才握手 并且自我介绍起来 但是第一个还没介绍完呢 万有才的手机响了 拿出来一看是嫂子余小兰打来的 万有才不好意思地朝这几个人摆摆手 先接电话了 喂 嫂子 有事啊 万有才问道 你得罪谁了 有人在微博上开始骂你呢 你去赌合市区公司的门了 余小兰问道 是啊 怎么了 万有才问道 你在哪 村委会呢 你在那里等着 我这就过去 你这是闯大祸了 这是要是闹大了 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这不是村霸吗 再说了 何时恩怎么出的事你忘了 余小兰着急地说道 好 我在这里等着你 万有才说完 问猴子道 你手机上有微博吗 没有 不会玩那玩意 猴子说道 万有才说道 你先安排这隔几个住下 各位战友 不好意思 我这里有点麻烦事 先让猴子陪你们 我们晚上再喝酒 为你们接风洗尘 万有才说完上了楼 不一会 与小兰骑车过来了 这是他被何时恩飞礼后第一次回到这里来 还是进了何时恩的办公室 而在这间办公室里 何时恩没少摸过他的屁股和胸部 都是被他逃过去了 所以再次来到这里 尤其是看到了万有才坐在那把椅子上 他的心里别提多别扭了 嫂子 你来了 快坐 喝水吗 万有才急忙起身招呼 你先等等吧 你看看微博上的消息 都是骂你的 舆论一边倒了 我估计 你这是要是闹大了 上机肯定会找你的 到时候你就麻烦了 于小兰打开了微博 给万有才看 万有才接过来 手机看了看 可不 全是骂自己的消息 这个叫假火火的账号 还一直不间断地在发消息和视频 都是自己那几百吨钢材 堵住和视区大门的事情 这个混蛋这是在找死啊 万有才说道 你不要乱来 关键是现在怎么辟谣才行 否则的话 你就快被有关部门约谈了 于小兰说道 她正说着呢 院子里传来了刹车的声音 万有才到了门口一看 我靠 集合网络有限公司的那辆车 万有才已经看到了那个混蛋了 嫂子 你先下去吧 告诉猴子 锁上大门 然后上来找我 万有才说道 你别胡来 有事说事 于小兰说道 我知道了 去吧 按我说的做 万有才把于小兰推出了门 趁机还摸了一把于小兰的脊背 虽然是隔着一层体血山 但是她清楚地摸到了里面照照的位置 在这么紧急的时刻 自己还在干着龌龊事 万有才都很佩服自己的无耻了 我找万有才 请问哪位是万有才 万有才正在喝茶 隔壁的房间门口传来了询问声 不一会 门口出现了两个人 依旧是一个扛着摄像机 一个拿着手机走了进来 请问 你是万有才吗 你是哪位 万有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问道 我叫贾良山 是集合网络有线公司的CEO 我有点是想找你聊聊 贾良山说道 聊呗 哎 你扛着那个玩意不累啊 放下 坐下说 万有才指着那个扛摄像机的家伙 说道 贾良山看了那人一眼 那人把摄像机放下了 万有才却悄悄打开了录音机 对不起 你刚刚说你是谁 万有才又问了一遍 我叫贾良山 是集合网络有线公司的CEO 你惹上麻烦了 你知道吗 贾良山问道 我知道 你在微博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信息吗 对吧 万有才问道 对 没错 但是我能让你惹上麻烦 这麻烦也可以撤掉 就看你能不能拿钱消灾了 贾良山说完 抬头看了看万有才这个豪华的办公室 说道 拿钱 什么钱 万有才问道 我发这些微博信息 我发这些微博信息是合适区花了二十万买的 因为我的粉丝多 所以影响很大 你要是想要消除这些信息 也可以 我可以删除 但是你也得付出点代价 贾良山说道 付出什么代价 要钱是吧 多少钱 说 万有才霸气的说道 四十万 贾良山狮子大开口道 四十万 你疯了吧 你可你真敢狮子大开口 万有才一听就恼火了 说道 别急啊 你想想 这散布消息很容易 但是要辟谣我要花费很多的精力的 再说了 我还得把人家给我的二十万还回去 你想想 我还能赚什么 贾良山说道 你这 你这也太不讲诚信了吧 你这是在让我和合适渠竞价吧 回头合适渠给的价格高了 你还是会再次攻击我 对吧 万有才说道 你错了 我们也是有职业道德的 只有一次机会 不会来回倒腾的 我们只吃一头 不会是两头都吃 贾良山说道 你拉倒吧 我不信你 万有才说道 那你的意思是不合作呗 那我问你 你凭什么赌人家的大门啊 谁给你的权利 贾良山质问道 万有才笑笑问道 你凭什么这么问我呢 你可以不回答 我给你机会了 但是你不回答 那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 你可不要后悔哦 贾良山不屑地说道 说着 他说着 起身想走 但是回头一看 门外站着四个人 然后这四个人都进来了 门也关上了 你 你们想干什么 贾良山有些慌了 脖子以下不要打 待会还得让他们上镜呢 脖子以下可进打 我看看他们到底能有多火 对了 先把手机给我拿过来 万有才冷冷地说道 猴子李贾良山最近 一拳照着贾良山的肚子打了下去 只是一拳就把贾良山打得捂着肚子蹲在地上 继而倒在了地上 扛摄像机的家伙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主动地把摄像机交了出来 但是万有才不要 说道 你要是不想像你老板这样 去 到那个墙角里把摄像机砸烂 自己砸 能砸多岁砸多岁 到时候我会根据你砸的程度决定揍不揍你 万有才接过猴子递过来的手机 看了看还停留在微博的界面上 而且一条微博都写完了 要不是猴子这一拳 估计都发出去了 这条更过分 不但是把万有才定位为村霸 还说万有才搞村里的女人 只名道姓地搞了谁 就一个 林雅迪 要是这条微博发出去 那自己就真的出名了 虽然说的是事实 但是这是不好听啊 把他给我提起来 万有才说道 贾良山被猴子一只手提起来 放在了刚刚坐过的椅子上 一只手还在痛苦地捂着肚子呢 万有才拿着手机 看着他 问道 这条消息的内容是谁告诉你的 我自己想的 都是瞎编的 贾良山说道 他知道 接下来该服软了 否则根本不可能出去 这伙人敢打自己 自己真是太大意了 不该这么明目张胆地进来 不然的话 自己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 以前自己威胁过那么多人 也没人敢和自己耍流氓啊 自己编的 你很有想象力啊 你咋知道呢 要是没人告诉你 那你就是会算卦了 那你怎么没算到 今天会栽在这里呢 万有才问道 好吧 我说 我说 是何氏渠说的 何氏渠告诉我这些事 让我再添油加醋地写出来 然后发到网上去 贾良山说道 你这是在败坏我的名誉啊 诽谤 对 这叫诽谤 看好他 我出去一下 万有才拿着贾良山的手机 出去找于小兰了 他是玩微博的高手 要不是微博 他估计也被何氏恩给钱规则了 于小兰正在林雅迪办公室里坐着说话呢 还不时地听一下隔壁的动静 嫂子 你看这咋办好 这条微博险些发出去 妈的 这家伙这是在找死呢 照我和雅迪的谣言 这要是发出去 我就惨了 现在怎么翻盘 万有才问道 于小兰想了一下 说道 这是吧 是她挑起来的 大家肯定还是认她的意见 所以 还是让她自己说清楚这件事 否则 我们解释再多都没用 那 怎么说 万有才问道 于小兰想了想 向林雅迪要了纸笔 趴在桌子上写了个一二三四 又问道 何氏曲那里是咋回事 万有才又把为什么赌门说了一遍 而这边于小兰根据万有才说的话 紧急书写润色一番 交给了万有才 万有才接过来一看 顿时对于小兰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递 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起草好了一份更正声明 万有才拿着这份声明 回到了办公室里 坐在座位上 对贾良山说道 我给你两条路选择 你看看哪条路合适你 你说 我都听着呢 贾良山哆嗦了一下 说道 第一 我把你送到隔壁派出所去 你刚刚进来时和我谈价格的事我录音了 你这是属于敲诈 至于怎么判 我不知道 你可以试试 不不 万老板 我不想蹲监狱 你说第二条路吧 贾良山急道 这是一份更正声明 你看一下 如果同意 照着抄一份 然后拿着念 再把这份声明也发上去 我就可以考虑放你一马 万有才说道 贾良山没有讲条件的余地 要说敲诈 这只能是一次失败的敲诈 但是他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一旦进去 自己的下半辈子都难说了 所以 他接过来声明书一看 都是为万有才辩护的 转过来又开始攻击合适渠了 自己不想这么做 但是没办法 自己只能是这么做 不然 自己就得付出比这多得多的代价 看看墙角里 被自己兄弟砸烂的摄像机 他发誓 只要是出去 一定会加倍地报复万有才 直到其身败名列为止 来来 照着抄完 录视频发你的微博 给老子辟谣 说得不好重来 给老子录好一点 说不定哪个导演能看上你呢 万有才说道 大家好 我是贾良山 就是贾活活 在今天我报道了一件事 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刚才经销商被赌门一试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是在没有经过调查的情况下发表的那几条微博 经过调查 与事实出入很大 看着贾良山侃侃而谈 虽然时不时看一眼稿子 但是大差不离 都把内容包括进去了 第一 被赌门的那家刚才经销商是万家庄前任村主任的弟弟 因为自己的哥哥是村主任 所以从开始经营一直到到现在 既没有和村里签合同 也从来没有缴纳过租金 村里屡次催要 都是无果而终 第二 作为刚才市场经销商的和市渠 借助其哥哥的势力 成了刚才市场的一霸 刚才的涨价 降价都得听和市渠的 一旦谁不听招呼 立刻就会上门砸店 或者是逼你走人 第三 万有才很佩服于小兰的机制和文笔 几件琐碎不堪的事 被她这么用语言一组织 居然讲得有理有结 不一会 这小子就说完了 看向万有才 问道 万老板 我这样可以了吧 嗯 可以了 但是我有个问题 你要是出去了再胡说八道 我该怎么办 万有才问道 万 万老板 我不会 我也不敢啊 我绝对不会再对这件事做任何的报道了 再说了 我和视频都是按你说的录制的 和视曲也不会放过我的 我都不敢在白山混了 贾良山说道 嗯 话是这么说 但我还是不放心呢 你能不能想个让我放心的办法 万有才说道 我发誓 我对天发誓 我要是不守信用 天打五雷轰 出门被车撞死 贾良山说道 万有才依然是摇头 说道 要是对天发誓 管用的话 世界上的那些不守信用的人都能把雷公店母累死 我不信你的发誓 你还是换个吧 那 那怎么办 万老板 你说 你说我怎么办你才相信我吧 贾良山说道 我说啊 我说 我怕我说了你也不愿意啊 我看你还是到隔壁派出所自首吧 关上几年 我就放心了 别啊 大哥 万大哥 万老板 千万不能啊 我还有老婆孩子 父母都年纪大了 我要是进去了 他们怎么活啊 贾良山都要哭了 行吧 看你这么诚恳的份上 我给你纸条路 我也不能让你和你媳妇瞎搞 那样有点不惊人情了 要不然 你和她 搞一下 万有才 指着墙角里还在砸摄像机那哥们 说道 贾良山直接猛了 怯怯的问道 万老板 你啥意思啊 我的意思你不明白吗 你们两个 在那个墙角里 脱光了衣服 搞一下 要是搞不下去也可以 我拍点照片视频之类的就行 我也留个纪念 咱们也交个朋友 对吧 万有才说道 万有才这么一说 贾良山要疯了 而猴子和他的几个战友 都快乐出来了 他们没想到 万有才这么会玩 连这么恶心的事 都能想得出来 万老板 你还是打我一顿吧 我可不想干这事 我不喜欢男的 贾良山哭丧着脸 说道 我知道啊 所以我说嘛 这有点恶心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 你才不会出去再继续报复我 你说呢 这样我就放心了 来吧 什么时候拍完了 拍得我满意了 你什么时候再走 否则的话 去隔壁自首 两条路你自己选 对了 你们可以商量一下 到底想怎么样 万有才说道 万有才点了一支烟 就在这里等着 贾良山过去和他的兄弟商量了一下 两个人差点吵起来 但是被万有才一瞪 这才消停了 万大哥 你行 我们同意 按你说的来 但是你要答应我 我们从此之后 井水不犯河水 如果这玩意 从你这里泄露出去 我就是死 也会和你死磕到底 贾良山还想说几句场面话呢 万有才也没和他计较 真板的鱼肉 发很能咋滴 所以点点头 虽然是答应了 虽然也都是难的 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自己脱光了衣服 还得按照万有才的要求做各种动作 不但拍照 还要录视频 到了最后 万有才看到被贾良山干的那个那人 都要哭了 哎 你们这是激情吗 我要的是激情 好吧 我告诉你们 这一条过不了 还得再来一条 什么时候满意了 你们才能走 今天拍不完 你们就走不了 明白吗 万有才力色说道 听到万有才这么说 他们不得不打起精神来 好好配合万有才这个导演拍片 这一拍就是一个多小时 终于是让万有才满意了 行了 你们实在不是做演员的料 就这么着吧 还有 立刻把那个道歉的视频发上去 你们就可以走了 如果合适去找你麻烦 你们可以来找我 万有才客气地说道 谢谢万哥 贾良山喊着脸出去了 性高采烈而来 心灰意冷而归 还万有才的手里 留下了他这辈子最大的奇耻大乳 居然被迫和一个男人搞那种事 自己还不如死了算了 万有才 你等着 我和你势不两立 我贾良山要是整不死你 我就不姓贾 坐上车后 贾良山恶狠狠地说道 哎 贾哥 算了吧 咱们斗不过他的 你也不看看他身边那些人 那个很近 不是咱们能惹得起的 那你的意思是 我得咽下这口气呗 贾良山吼道 不咽下这口气又能如何 你想要全世界都知道 咱俩搞鸡吗 听到这话 贾良山虽然感到一阵阵的屈辱 但是却也是毫无办法 这个万有才太狠了 这样龌龊的方法都能想得出来 但是却是最有效的 猴子 去后面和食堂的人说一下 做几个菜 今晚为你的战友接风洗尘 以后要是愿意跟着我干 就是一家人了 要是不想在这里干 也没关系 猴子 你陪着大家在白山好好玩玩 走的时候 买票 听到了吗 万有才说道 我知道了 财哥 那我们先下去了 猴子说道 万有才点点头 看着他们出去了 她也累得摊在了椅子上 过了一会 雨晓蓝进来了 对了 嫂子 你帮我下个微博玩玩 一直不懂怎么玩 你早就该下一个了 这玩意可不是玩的 有很多的作用吗 我看到那个家伙火发的道歉视频了 这是该没事了 不过 她以后会不会再生事 雨晓蓝问道 应该是不会了 她不敢 我拿住她的把柄了 万有才说道 把柄 你拿住她什么把柄了 雨晓蓝好奇地问道 这是不好说 都是男人的事 你还是别问了 万有才都有点害羞了 想想这事确实干得有些卧错 但是万有才越是这样 雨晓蓝越是好奇 所以 非要万有才说不可 那好吧 不过 嫂子 我先问你件事 我再决定给不给你说这事 因为这是吧 不好听 万有才说道 屁事还不少 说吧 问啥 雨晓蓝说道 嗯 你和我哥 你们那啥了吗 万有才怯怯地小声问道 什么意思 什么那啥了吗 你小子给我说清楚点 到底啥意思 雨晓蓝又不傻 当然知道万有才说的是啥意思 但是她就是装糊涂 虽然小叔子和嫂子闹着玩 那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雨晓蓝的脸皮薄 而且又没有和万良才结婚 所以万有才这么一问 她是真的不好意思了 那你不说 我也不好意思说这事了 这是吧 有点那个 不好说 万有才不好意思地说道 不说算了 我看你是皮痒了 等我告诉你哥了 让你哥收拾你 雨晓蓝说完就要走 嫂子 等一会 问你点事 正经事 万有才说道 啥事 说 雨晓蓝扭头问道 你和我哥到底咋想的 你的工作也稳定了 赶紧定个时间结婚呗 还等啥呢 你们老是这么耗着 耽误我的事你知道吗 万有才说道 爱着你啥了 雨晓蓝祈祷 我要结婚了 你们不结婚 我怎么结婚 老大还没结呢 我这个当弟弟的怎么办 所以 赶紧的 别耗着了 万有才说道 雨晓蓝白了万有才一眼 说道 这是你和我说不着 你回去问问你哥 不是我不想结婚 是你哥推三组四的 我也不知道他咋想的 你们哥俩好好合计一下 如果实在是不行 我和你哥分手 让他另外找一个吧 我觉得他对我没有以前那心思了 到底因为啥我也不知道 雨晓蓝有点泄气地说道 嫂子 这是啥话 等我见了他 我肯定问问他到底咋回事 你们 没闹矛盾吧 因为啥呀 万有才怯怯地问道 雨晓蓝看了看万有才 想说 但是有些不好意思说 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到最后 还是走到了万有才的办公桌前 说道 自从在这里和何世恩打了那一次之后 他就对我冷淡了 有人告诉过我 村里有对我的传言 说我根本不是不想跟着何世恩 之所以与何世恩闹翻了 是因为何世恩没有满足我的条件 你哥可能是因为这事吧 我去你家时 你爸也没有以前热情了 这我都看在眼里了 这点眼色还没有吗 他们这是在疏远我呢 怎么会这样 我这个大哥呀 真是傻透了 嫂子 谁都可以不信你 但是我信你 你别往心里去 这是我找我哥说去 再说了 没做过的事 咱凭啥戴这个黑帽子 万有才愤怒地说道 行了吧你 把你的事干好就行了 有才 你为嫂子做的事我都知道 面试的事花钱了吧 还花了不少钱 对吧 嫂子领你的情 以后不管我能不能嫁到你们家 嫂子都会记着你的好 行了 走了 有啥事干不了的 就给我打电话 于小兰扭头就走 白白手 消失在了门口 不会吧 靠 老子花了这么多的钱 不能做我嫂子 这钱不是白花了吗 大哥哎 你这脑子是咋想的 万有才还在郁闷的时候 林雅迪走了进来 看着万有才直勾勾的眼神 问道 怎么了 还在看你嫂子呢 我怎么觉得你对你嫂子 比你哥对她都好呢 放你的臭屁 什么事 说 万有才有点恼火地说道 你看你 急啥 怎么 说到你心眼里去了 林雅迪嬉笑着说道 万有才懒得理他 坐在了座位上 他们不想交这部分钱 也没人愿意出钱 你看怎么办吧 林雅迪说道 都不拿钱 就没有个带头的 董卫明怎么说的 万有才问道 别提他了 就数他反对的厉害 到处蛊惑 本来有几个人还想着花钱免灾呢 但是被他这么一说 都不交钱了 什么法不责重之类的话 他们拿钱的时候 那叫一个高兴 往外掏钱 那就难了 林雅迪说道 说得是啊 行吧 既然不愿意拿这个钱 那就进去蹲几年吧 把他的电话给我 万有才说道 董卫明没想到 万有才会给他打电话 接到电话时 还在和几个人一起打牌 忙着累麻将长城 就把手机放在桌子脚上 奔了免提件 喂 谁啊 董卫明说道 是我 万有才 董会计很忙啊 在打麻将 万有才问道 是啊 什么是 万主任 他虽然这么说 但是手底下却也没闲着 继续打牌 我让林雅迪给你们烧信 都知道了吧 万有才问道 知道了 万主任 我们没拿过任何人的钱 你要查就查 我们不怕查 董卫明说道 我觉得也是 但是吧 那是属于村里的钱 虽然和施恩死了 但是也不能啥事都往他身上推吧 我让人查了一下 你董卫明和你老婆孩子名下 有四套房子 你能告诉我 你这些年都是干了啥买卖 能买得起四套房子吗 所以我只是点到为止 告诉你的小伙伴们 今晚我在村委会等你们 把钱交出来 你们明天这个时候还能打麻将 如果不交出来 那只能是打纸牌了 因为无论是看守所还是监狱 都不会让你们带着麻将进去的 万有才说完就挂了电话 挂了电话 当着林雅迪的面 万有才又给安丰山打了个电话 喂 安哥 你给我介绍的那位检察官 明天有时间吗 我最晚明天早晨给你信 中午吃个饭吧 那些家伙们就是毛坑里的石头 还想死扛呢 我没时间和他们耗下去 该抓抓 该盼盼 杀鸡警猴也行啊 万有才说道 你真要这么干啊 安丰山问道 没办法 村里那点钱干啥都不够用的 我不想点邪招 根本维持不下去了 万有才说道 那行吧 我帮你问问他的时间 如果可以 明天见 好 就算是他们愿意交钱 过了今晚的也不算数了 必须抓几个粒粒威 要不然 不服的还有很多 更何况 我还站在正义的一方呢 要是村民知道了 他们贪了这么多的钱 还不把他们吃了 我就是要搞臭他们 让他们以后在村里难以立足 万有才说道 好 哥们够狠 安丰山笑道 左老板 你介绍的那是啥人啊 拿了我十万块钱 现在倒是替万有才说话了 他人呢 我现在联系不上了 何事曲开始紧急和左建东联系 老何 我只是帮你们介绍一下 我又不是他 我怎么能保证他的人品呢 再说了 你们到底是啥情况我也不清楚 你到底和他怎么谈的 左建东问道 左建东正在和成功喝酒谈事 不想就这件事多说 所以说完几句就匆匆挂了 谁啊 成功问道 一个刚才市场的家伙 门被万有才堵了 我给他找了个网络媒体 这小子被骗了 又来找我呢 左建东说道 万有才 这个人的名字很熟悉吗 是谁来着 成功问道 万家庄村委会主任 一个夯货 上次不是和我打了一架吗 还找人堵我的门 哎 我发现这家伙别的本事没有 就会堵门哈 左建东说道 这种人就是无赖 你招惹这种人干啥 我们是商人 正儿八经的商人 和这种人抄抄 你不嫌掉价啊 成功说道 咦 成少 你可不能这么想 这小子厉害着呢 和施恩死了之后 我本想吞掉他的沙场和沙船 然后就可以控制本地的河煞了 没想到被这家伙抢先一步 现在沙场又开始运营了 而且还比以前扩大规模了 我总觉得这不是好事 左建东说道 好事不好事以后再说 先说眼前的吧 新来的书记马上到位了 这可是老爷子的死对头 以前那老家伙在白山的时候 就是和我家老爷子斗 后来老爷子又把他赶出了白山 没想到这家伙时来运转 还在湖州当上了书记 而且这几年湖州发展得不错 省里又把他给派了回来 这不是诚心恶心我家老爷子吗 成功说道 对啊 也不知道省里这帮人是怎么想的 脑袋被驴贴了吗 左建东也说道 所以 我们要在他来之前做点事 成熙新区那块土地还没消息吗 成功问道 这些天我一直在跑这件事 但国土局那帮孙子一直在拖 说是有好几家都看好那块地了 必须要招拍挂 他们谁也不敢做主私下给卖了 我也说了您 但是没用 他们不敢做这事 看来都是在等消息了 现在老爷子原地他不走 他们更不会给我们这个面子了 左建东说道 嗯 看来直接买是不现实了 这样 你约一下国土局管事的 我请他们吃饭 到时候再谈 看看能不能投资建厂 在那块地上建设工厂 先以工业用地的名义拿下来 到时候再工业转商业 不就完了吗 根据规划 那个地方将会建设白山区 新的区委区政府 那个地块就在旁边 升职潜力巨大 成功说道 行 我请他们一下 看看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吧 左建东说道 不要拿面子说事 要舍得砸东西 东西到位了 面子就有了 现在的人 现实的很 面子值多少钱 他要什么 就给什么 他需要什么 那就送什么 你要办的事才能办成 成功说道 行 我知道了 明天就去办 左建东说道 建东 你不要以为 有我在你背后 你就端着架子 没用 你做得再好再大 和这些人的关系 都要一分钱一分钱地雷起来 没有这个关系 说啥都是白夏 他们不知道你是我的人吗 干嘛还敢伸手 人家这是在装糊涂呢 只要不是我亲自出面 他们一定敢伸手 你信吗 成功端着酒杯和左建东碰了一下 说道 我知道 我一定会注意的 对了 你和小雨的事怎么样了 左建东问道 哎 这是怎么说呢 老爷子不同意 我妈也不赞成 这事还是以后再说吧 成功说道 那小雨知道了吗 左建东有些着急地问道 知道了 我告诉他了 他什么都没说 他什么都没说 只是说了三个字 知道了 就完了 我是真的很心疼他 但我也是没办法 我能怎么办 成功说道 左建东一听就很着急 但是 却是有苦说不出来 自己 妹妹跟着成功好几年了 但是他一直都不说娶她 自己 窜多着妹妹 向成功逼婚 可是成功一句家里不同意 就想着把他和妹妹都打发了 那这几年 我妹妹被你摆完了 成功这话 让左建东非常的恼火 但是也不好发泄 自己回去要和妹妹好好说说这事 不行就断了吧 别偶断丝连的 干嘛非要在他这一棵树上吊死 说实话 左建东现在挺后悔的 自己当时为了棒上成功 把自己妹妹介绍给了成功 本以为以妹妹的姿色可以迷住成功 让他娶了自己妹妹 可是哪知道成功只是完完而已 很久都不提结婚的事 虽然左建东靠着成功发起来了 但是妹妹的事她一直都是很窝火 从成功家里出来 左建东去了茶之宇茶楼 没想到今晚还有些生意 左茶宇还没下班呢 哥 你怎么来了 喝酒了 茶之宇的老板叫左茶宇 是左建东的亲妹妹 也是成功的情人 应该说是情人之一 嗯 给我泡杯茶 醒醒酒 左建东说道 不能喝就别喝 看你喝得醉醺醺的 南文死了 离我远点 服务员把左建东扶到了茶海边 而左茶宇则是躲到了一边 真没良心 哥是为了你的事去找成功了 问问这混蛋什么时候娶你 左建东的确是有些喝多了 敢骂成功混蛋了 不过左茶宇倒是不在意 说道 你们几个都下班吧 我自己在这里看着就行了 左茶宇把服务员都撵走了 洗了一块毛巾递给了左建东 说道 喝点马尿就胡说八道 我和他的事用你管 不是当年巴结人家的时候了 我压根也没想进人家的豪门 既然你不需要再巴结他了 那我也不用再委屈自己了 我明天和他说 断了吧 来来 搁几个 我万有才 虽然以前和你们不是战友 但是以后 我们就是战友了 有我万有才吃的一口 绝对不会少了你们的半口 来 干了 万有才豪情地说道 干了 干 猴子和他的战友 都举杯把杯子里的酒干了 万有才在后面的小食堂里 为猴子和他的战友接风洗尘 万有才亲自张罗这事 这让猴子感到很有面子 这也是万有才给猴子面子 毕竟自己是猴子的大哥 军队里很讲兄弟情分 万有才这是头其所好 其实 在为人处事方面 梅一文教会了万有才很多 而万有才呢 也学得很快 而且活学活用 举一反三 梅一文就曾告诉他 在生意场上 面子没那么重要 该低头低头 该弯腰弯腰 把钱赚到兜里才是本事 而万有才就想到 在人情上不也是这样吗 你越是给人面子 人家就越是给你面子 你弯下腰了 对方好意思站直了吗 如果对方好意思地站在那里 那只能说明 人家不把你放眼里 这个时候 你就更加地忍着 这样才能找机会干翻对方 万哥 我叫江小辉 这一杯敬万哥 感谢万哥给这个机会 这个叫江小辉的人站起来 举着杯子 万有才也站了起来 和他碰了一下杯子 一饮为尽 好 哎 你们都是一个班的 你们这四个人谁的官大 哪位是领导 万有才问道 哪有什么领导啊 我们都是一个班的兄弟 哎 老班长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你永远都是我们的班长 才哥 这位叫 滕建兵 是我们的老班长 那一位叫黎涛 是我的小兄弟 这位你知道了 酒都喝完了 江小辉 猴子介绍道 滕建兵狠狠地瞪了一眼猴子 出了部队都是一个称呼 那就是战友 但是他这个老班长这么认为 可是其他的战友却不这么认为 所以他瞪了一眼猴子 万有才倒是没想到这些 主动站起来端着酒杯 对滕建兵说道 老班长 谢谢你在部队对我兄弟的照顾 猴子这家伙我知道 调皮得很 你一定没少操心 谢谢 我干了 你随意 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一次敬酒 谁也没有往心里去 所以一杯敬酒 就这么过去了 万有才回到梅艺文家里时 已经是十一点多了 但是梅艺文依然没睡 他在等着万有才 因为万有才打电话说了 今晚要回来 又喝了不少吧 哎哟 你早晚把自己喝死得了 梅艺文扶着万有才去洗手间里 吐了一通后感觉好多了 怎么喝这么多 梅艺文把他扶到沙发上坐下 给他倒了一杯茶 问道 哎呀 不喝不行啊 人家给攒脸 咱得接着不是 都是猴子的战友 都来投奔我的 以后就是兄弟了 第一次接风洗尘 不得好好喝一杯 不喝醉不是朋友吗 万有才说道 都是他的战友啊 几个人 来了三个 有一个还是猴子在部队时的领导 他们都叫他老班长 我看出来了 这小子是个人才 平时看着不说话 都是我们在说 但是这小子一说话 全都在点上 万有才说道 什么 老班长 和我说说 这个人啥样的 梅艺文来了精神 问道 反正 我感觉 这个人是个干事的材料 比他那几个兵墙的多 不愧是当过干部的人 万有才说道 嗯 你这么说 那这个人坚决不能用 要么他留下 其他包括猴子 都走人 要么是他走 其他三人留下 必须是这样 你听我的没错 这个人绝对不能留 梅艺文说道 万有才一愣 说道 为什么 人家也是大老远 从外地来的 你说一句不行 就撵人家走吗 这不讲道理吗 有才 你不要急 你听我说 我要是说得对呢 你就按我说的做 我还能害你吗 我和他连面都没见过 谈不上有什么过节吧 我为什么还会这么说 对啊 你为啥这么说 万有才问道 那我问你 你们今晚一起吃饭时 他们几个是不是一口个老班长的叫着 热呼的不得了 梅艺文问道 万有才想了一下 点点头 说道 好像是这样子 有才 你没当过兵 你不知道当兵的这些人 在几年的摸爬滚打中建立的友谊 或者是兄弟情分 如果只是几个当兵的 我也不说什么了 关键是他们中有个领头的 你现在是事业的起步阶段 不担心会有什么不妥 但是你想过没有 将来一旦做大了 他们都像是猴子一样 各自掌管一个公司了 到时候 万一他们有人 有了其他的想法 把你的公司来个卷包会 或者是把你的管理团队 一下子带走几个 你上哪哭去 我这是在替你未雨绸缪 你不要说不信 这样的是多的事 梅一文说道 不会吧 万有才这下 算是明白了梅一文的意思了 不会更好 我的意思是 这几个人里 这个老班长 无疑就是个领头的 到时候 就算是猴子不走 其他几个呢 没有这个老班长 其他几个谁也不服谁 没有领头的 这事就不会发生 你听我的没错 梅一文说道 万有才点点头 说道 好吧 就算是你说的对 但问题是 人家都来了 我怎么和人家说这事呢 梅一文也是一阵挠头 是啊 撵谁走 留下谁 这都是不好明说的事 还得顾及到猴子的面子 这是不好办 这是吧 你别出面了 你告诉猴子 让猴子去和这几个人说 意思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只能留下两个人 暂时没那么多的生意 等人手不够来再来也行 让他们自己决定 如果这个老班长有点担当 肯定会把这个工作的机会 留给其他俩个人 如果不是 这个人人品也不怎么样 过段时间再找机会 梅一文说道 万有才脸色阴沉的 等在村委会里 昨晚喝酒喝到很晚 林雅迪烧到了信的那些人 一个都没有来 这不是不给面子的问题 这是根本没把万有才 放在眼里 还是没人来吧 林雅迪进来问道 这些人都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他们是拿定主意了 并肯把贪污的那些钱交给国家 也不交给村里 这就不是看不起我了 这是看不起村里所有的村民了 你去起草一个广播稿 我晚上要读给全村里人听 他们以后别想再进这村了 我非得把他们都搞臭了不可 万有才说道 没这个必要吧 林雅迪问道 这些人贪了村里不少钱 每家每户都有好几套房子 这是不告诉村民 村民怎么恨他们 不恨他们 到再次选举村主任时 他们各个家族一股惑 我还选得上吗 我不得早做准备啊 万有才直接告诉林雅迪道 林雅迪砸巴了一下嘴 说道 你可想得真够远的 好 我去 中午的时候 安丰山来接万有才 出去吃饭 万老弟 我问你嫂子了 他说能干得了会计 这几天 还要张罗去学个会计证呢 实话说 在梅总那里 闲得都不好意思了 你说你这里能干点活 他当然愿意了 安丰山说道 嫂子够精明的 安哥 梅总那里 马上要换办公场地了 搬到万达去 那就忙了 到时候还是我这里清闲 每个月就是记记账 其他做账的事我请外面的会计做 绝不会让嫂子冒险 你放心吧 万有才说道 是吗 哈哈 那好 你嫂子肯定很高兴 能干点活 又不是太忙就行 安丰山说道 安哥 你这个检察院的朋友 是你的同学吗 还是其他什么关系 人咋样 好交往吗 万有才问道 还可以 我们是校友 后来他考进检察院的 我们都是警校毕业的 后来喝了几次酒 就这么熟悉了 又有案子上的交集 所以就熟悉了 怎么 你有啥顾虑 安丰山问道 我的意思是 我还用表示啥不 别到时候让人家说你 老安 你介绍的啥人啊 四六不懂 也不知道表示表示 还得我张嘴要啊 那多不好 万有才说道 这个 我倒真没想过 今天头一次见面 要不 买几条烟 我知道这家伙抽烟挺厉害的 安丰山说道 那行 你找个大点的超市 我看看 能不能买到好点的烟 万有才说道 万有才下了车 心想 你们不给老子老老实实的把吃进去的土出来 老子一样花钱把你们送进去 让你们都尝尝记性 先生 要点什么 买烟 你们这里最贵的是哪种烟 万有才问道 先生 你是送人还是自己抽 废话 自己抽有买最好的吗 当然是送人了 万有才没好气地说道 呵呵 先生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一看您也是有身份的人 自己抽好的怎么了 自己 才要抽好的呢 对自己还能比对别人好 对吧 你看看这一款烟怎么样 红河道 两千三一条 您要几条 服务员笑盈盈地问道 这是最贵的了 万有才问道 对 这是我们这里最贵的了 再贵的也有 没有货 太贵的不好卖 好吧 给我来两条吧 万有才说道 好嘞 两条对吧 来这边付款 服务员说道 万有才递过去卡 说道 不 买三条 我也试试 你说的对 对自己应该好点 好嘞 服务员乐得合不拢嘴 自己一句无心之言 多卖了一条烟 万有才抱着三条烟回到了车里 安丰山一看 问道 这烟多少钱一条 两千三 我靠 你买这么贵的干啥 退了退了 换个几百的就行 安丰山说着就要下车 但是被万有才给拉住了 安哥 你放心 就算是这事不成 我也不会心疼这几条烟 就算是交个朋友了 怎么样 对了 我买了三条 两条给你朋友 这条你留着抽 放手套箱里了 万有才说着 把烟塞进了副驾驶的手套箱里 哎 你这个人 有才 你这么干 我以后怎么和你处啊 你这个人 安丰山嘴里说着这些话 但是内心里却是不一般的舒服 这就是人性 从万有才一上车 他就知道万有才买三条的意思 当然 也可能是从万有才下车买烟 他就知道万有才肯定会给他买的 此时的猴子正在自己的屋里较劲呢 这是可咋办 才哥也是 都留下不就完了吗 这是还要我去说 都是战友 怎么说 留下谁 让谁走 很不好办啊 但是不好办也得办啊 都来的时候 万有才也没说都留下 只是说来看看 到现在是看也看了 也能留下 可是撵走谁呢 万有才刚刚出去之前 告诉他这事的 让他们自己决定 就这一点来看 万有才还是很佩服梅一文的 也很听他的话 因为他说的确实是没错 商战中这样的例子多的是 一言不合就拉出去单干 所以 为了未雨绸缪 万有才还是听了梅一文的话 让他们自己决定谁走 谁留下 但是目的是撵他们的老班长走 这是我万有才的地盘 都得听我的 绝对不允许有第二个中心人物 咦 猴子来了 我们正斗地主呢 怎么样 你老板说啥了 啥时候能定下这事来 老班长问道 我这不是来说这事了吗 我都不知道咋说了 老班长 刚刚才哥说 他确实想把你们都留下 但是他现在真的是用不了这么多人 就是 他也不好意思来说了 让我给哥几个说一下 猴子不好意思地说道 嗯 也对啊 他现在确实是用不了几个人 对了 要几个人啊 一个 还是都不要 老班长问道 梅一文果然是没看错 昨天滕建兵那是没好意思说 但是在这私下里 他们这些战友在一起时 滕建兵果然是忠心 我来说 我可以说 我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